好的 接下來這個問題是來自於一位朋友 他是家用電器的問題 他說他們家的洗衣機 這一個月洗衣服的時候他就發現洗完以後地上有一灘水 但是他去檢查了一下發現洗衣機好像也沒有漏水 他就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出了什麼問題呢 可不可以請三寶店的家具的家電的專家來回答一下 所以我們趕快幫他慶祝黃都電器總裁家電達人Julie徐 來幫他解決這個難題 Julie你好 早安 早安 利亞還有聽眾朋友 早安 早安 我想他這個有水應該就是機器洗衣機 它有這個管子 比如說淨水或排水的管子 有破裂的licking的現象 所以它就產生了滲漏 那當然首先我們要做的就是一個做一個先 自己可以做的就是查漏動作 看看到底是哪裡licking 那怎麼處理它 所以我們可以第一個先檢查一下洗衣機後面呢 它會有一個冷水跟熱水的這個淨水的水管 那看看那個接口的部分呢 是不是有這個水積的這個滲漏 OK 那麼如果說是因為冷水熱水的管子呢 不管它是舊了啦 或是硬化啦 或是破裂產生的滲漏的時候呢 那你就是需要你就換這個淨水跟排水管就OK了 好 那麼第二個您就再看一下呢 在機器的底部呢 是不是說排水管有奢住了 好 那麼水呢就直接從接口的流出來 好 那首先如果您可以的話你把它unscrew一下看看 排水管裡面有沒有什麼比較阻礙 你可以自己清理的 然後里外的話把它清理一下 再重新裝置回去 OK了就OK 那麼如果還是繼續滲漏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找這個promber 那是水下水道的地方 是可能有比較大的這個你要做疏通的工作 那還有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我們洗衣機都有洗水桶嘛 可能那個大的那個洗水桶的系統有部分什麼地方有裂口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需要去換這個洗衣桶 或者是說你的這個排水的 pump壞了 那這一些呢 都是屬於比較專業的技師的問題 才可以幫你做這個維修的項目 那通常來講 現在這個做一個維修的話 您的服務費用跟零件呢 給您做一個reference 三稿呢 大概是300到400塊錢這樣 那如果您的這個洗衣機是比較老舊的話呢 那我們建議您呢 因為現在水公司有節能 那個 節能洗衣機 是吧 節能洗衣機 它可以有節能的退款 那大概它都有到85塊到300塊 只有看你城市的普通 如果您住在LA DWC 或是爾灣都有300塊退款 那您買台全新的節能洗衣機是從699塊起 那這樣也蠻好的 因為說你只要一換了以後 除了你可以拿到退款以外呢 那它立刻呢 每個月的水電費也可以減少 這樣子 作為您的參考 嗯 水電費減少了 還拿到退款呢 還拿到一個新機器 全新的機器在用 對八年十年也沒什麼問題 對 怎麼算好像都是對的嘛 都是合適的嘛 所以就不要再糾結這個洗衣機漏水的問題了 當然如果是你很貴的那種洗衣機 那也是另外一說了 你可以去修理一下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想請